國際新聞來關心 歐吉蘭在星期五 對給國蘇軍風 占領的克里米亞伴侶發動空襲 歐君某對我講 因為打死國蘇 歐海南對的司令 隨便這個消息無法證實 嚴格國蘇軍風 隨便打荷爾松和歐德沙 作成當地八成的師兄 我告訴你這是國蘇的報告 經過空襲了 過程中都被破壞 歐吉蘭歐海港是歐德沙 歐吉蘭祖秀攻擊 這麼多敏感謝謝 孫海將嚴重 這件事因為老闆 只說五官司無差別攻擊 我自己是一個商業 我們製造了紙張紙 紙張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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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紙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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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于补合性的攻击 原来联合国领导理事会李吾律说 有继续联署的建国显示 过关于欧几兰环境政策 委员会报告也说 五罗斯的宿兵对19到43级路程 是否胜不到 另外欧几兰总统责任司机李吾律说 第一次美国M1爱布兰建车 已经交给欧几兰军队 M5并没有说有几台 也后需要多少时间 照发的部署到整顺 恭喜新闻 定位林平显 这次美国M1爱布兰建车 就像是苹果斯的宿兰建车 就像是苹果斯的宿兰建车